HIGH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要為大家講解的東西是 如何在 AE 裡面 運用 Blending Auction 也就是圖繩混合模式 那其實 Blending Auction 目前呢 我發現就是在 目前在網路上看到一些短片呢 大家可能還不是很熟悉用 Blending Auction 這個選項 頭上的運用 Blending Auction 可以增加你畫面的真實感 那我們載入素材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先預想 你要需要在哪裡加上這個槍口噴硯 那我預計是在這裡 那我們先載入 我們現在就可以載入 你預計要放的素材 那記得把軸心點移置到槍口的部分 然後我們直接旋轉這個素材 相對的來說這個素材是有點太大了 我們可以調整它到一個我們想要的位置 那我們開啟Position按P 我們一個 我們一個一個去對它的位置 好 大概先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其實 這個槍口噴硯呢 是跟背景沒有辦法密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就必須要用到 Blending Auction 的選項 那在Lair 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部分會有一個叫做 Blending Mode 你將它打開之後 你會看到很多 Blending 的選項 那這裡呢 有非常多種模式 那你可以一一做嘗試 那或者是說 你直接上網去搜尋翻譯 其實也是有的 會用到的 Blending Auction 的選項 是 Aid 你會發現 它的 當你挑戰 Aid 之後 它的邊緣會跟背景融在一起 然後本身會變得更加明亮一點 那也就很像是真的在發光一樣 那或者是你可以改成 Screen 它會 沒有那麼亮 也 然後跟背景融合 會相對的比較自然一點 這其實是看你喜歡哪一種效果 那通常我會用 Aid 雖然它會變得比較爆一點 但是其實 電影上面的效果 大概也都是類似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有 Lending Auction 選項 跟沒有使用 Aid 的差異有多少 那現在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就是 實際撥方畫的後的效果 那 像這個部分呢 其實 因為 它的槍口是相對的比較面對正面的 所以呢 我們只做一個 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做另外一個 也就是正面的 部分 把它稍微降低一點 這樣的效果其實會比較合理一點 那一樣的我們把軸心點移到中間 這樣子你可以稍微去旋轉它 調到一個比較想要的位置 那這個時候 你再將 這個正面的槍火 開啟 Bending Auction 選項 那你會發現 它會影響 同步的影響到 它後面的 這個物件 就像 比如說像人體的部分 它會讓它很像是被光照的 有被光照到的感覺 所以呢 這樣子相對起來 它會比較自然一點 它會比較自然一點 在第一層 你已經有做過關鍵格了 所以其實你在第二層 你不需要再做一次 你只需要幫眼睛打開 先調到你想要的位置 之後呢 你只要在Parent這邊 點擊這個部分 然後連到你已經做好關鍵格的圖層 那這樣子 第二層就會跟著第一層一起連動 這是一個群組 重屬關係 那這樣看起來就會自然很多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不要那麼亮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稍微將它調淡一點 那第二個例子 我們可以用煙霧的部分來做解釋 假設呢 你想要就是 做一個 戰場的效果 然後 有 光束 從煙層這邊 穿過去 那麼 你可以 怎麼做呢 那我們今天要 現在呢 為大家解釋一下如何在 煙霧中作 光束穿越的效果 那我們可以新增一個Solid 接下來我們選擇 Mask 拉出一條線的形狀 然後呢 我們大概 把中心點 移到這個 線條的中間 然後把Mask的視覺關掉 我們先把背景鎖起來 好 我們大概擺好光線要穿梭的位置 那現在呢 你可以按 F 也就是控制Mask的 語化 那我們先讓它 柔散一點 那像這邊呢 是因為你的Mask 已經吃到底部 所以我們可以讓它 回來一點 好 那現在呢 有一個大概 的形狀 那我們可以把 DenYakshin的 選項呢 切換到A 那它其實會稍微變亮一點 可以看有跟沒有的差異 這邊 在接近物件的地方 它會更加的加亮 那我們現在呢 可以 怎麼做 我們可以Double 我們可以 Dublicate 這個 光束的部分 我們按Ctrl加D 那第二個 圖層呢 我們把 語化的部分 Mask的部分 我們往內縮一點 可以在Mask Expansion這邊 我們往內縮一些 那我們把 這個語化呢 程度稍微 關小一點 大概這樣子 那 有一個大概基本的 形狀出來了 那我們可以在 Dublicate 第二層 第三層 Dublicate 那我們可以在 Dublicate 第三層 然後我們把 它的 語化呢 再往下降 這樣 這樣就會有一條 光線 穿越過去了 那 我們就大概 那我們就大概做出 一條雷射 穿越煙霧的感覺 我們還需要讓它 更加的有 效果 跟真實一點 所以呢 我們複製 再複製一層 Solid 然後我們把 這個Mask取消掉 那現在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在 這裡 在 煙霧會 穿透 比較厚重的地方 我們 假想它是 在煙霧的裡面 所以呢 它會讓煙霧的 周圍變得更亮一些 所以 我們將 眼睛打開 然後選擇 這個部分的區塊 然後 我們按 F 把 這個 Filler 開高一點 但是其實這樣的效果 並不是說很好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再將 這個 expansion 往內說一些 那現在呢 我們可能可以稍微 改變一下 這一個 產生亮部的 混合模式 我們可能可以改成 lighten 或者是 好啦 其實add其實效果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呢 你會發現就是 煙霧的部分 它其實會 不是 完全是一塊 所以呢 我們將 它的 aposity 稍微降低一點 那 這樣子 跟 沒有 其實 是有差異的 這樣子 它會比較自然一點 那再來 我們再複製一層 然後我們縮小 這個mask 我們維持到 大概接近 光線 存在的部分 然後呢 稍微的把它的 是 同時 我們再次 去 再次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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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 整個 再來呢,這邊其實也是做一樣的工作 我們 Duplicate 稍微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然後呢,這裡因為煙霧是比較薄的 所以我們將它的語化再開多一點 那這樣子穿越的效果其實就大致上完成 那大家可以依想像跟你們的創意去運用這些功能來做出你想要的效果 那這樣的效果其實就相對的會比較真實一點 那我們把效果關掉給大家看一下有什麼差異 這樣子的效果其實是會比較好的 基礎的Landing Action 選項就到這邊